請坐 大家同學早 我是從日本東京來的 是擔任第49堂初級班的日語教學 請問 請問大家有上過日文課的有嗎 沒有 都沒有喔 日劇日文課 日劇日文課 那比如說簡單的平假名片假名的發音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看不懂 那個 那個平假名片假名先出來 這個是平假名 平假名基本上是 外來語比較多 然後 那個平假名 平假名 那 這個就是平假名 然後他們有分 漢字是 簡體的漢字跟反體的漢字這樣子 那 大家會不會唸阿 會唸的舉手好不好 那 不會唸的比較多 那我們一起唸好不好 這是阿 這是阿 阿 阿 Y U E O KA KIKIKU KIKKO SAS C S S SE SO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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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余 余 ラ リ ル レ ロ 和 オ 嗯 オ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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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余 那簡單 這個就是 平假名跟騙假名的基本上的發音 我們再練一次好不好 會不會很煩 不會齁 來 阿 伊 烏 欸 喔 阿 伊 唧 駛 駕 六 指捨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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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哩 嚕 勒 嚕 嚕 哇 喔 嗚 嗚 這個是 嗯 喔 嗯 謝謝 然後喔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現在教大家一些簡單的單字好不好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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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齁 呃 不是靖國神社 類似那一種我們台灣的廟 的那個 他是在那個橫濱那邊是叫做圓柱籍神社 三下 三下 你要先洗手 要先洗手 把手洗乾淨 先舉功 代表讓神知道說你來了 呃 對對對 欸 那個單字啦 啊 先跟Coco那邊開始 啊 這個Coco啊 就是站在這邊的地方 這邊 不是很遠的就站著 這邊Coco啊 遠一點我現在慢慢的交好不好 嗯 嗯 然後Coco啊 就是這裡是台灣政府的中央會館 Coco啊 Coco啊 ここ啊 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中央開港 中央開港 Coco啊 Coco啊 台灣政府 中央開港 中央開港 私たちの秘書長 秘書長 就是我翻過他這個秘書長的意思 在日文上通稱為幹事長跟事務總長 就是一個領導者就對了 叫做秘書長 秘書長 這個是就是一個哇的意思 ここは 台灣政府 中央開館 私たちの 秘書長は 竹林 師匠 先生 就是以後要是我們真的跟日本 交換給日本的時候 我們應該改稱我們組長叫 秘書長 就是事務總長的意思 也可以很多人也可以說幹事長 但是幹事長跟秘書長有一點差別 事務總長比較大 他是總長嘛 不是不是是秘書長 對對對 對啊 事務總長就是這個 這是這個以後秘書長 這是日本的意思 事務總長 對 然後 我再唸一次好不好 ここは 台灣政府 中央開館 中央開館 私たちの 事務總長 私たちの 竹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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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ここは 台湾政府 中央開館 中央開館 私たちの 事務總長 私たちの 竹林先生 やばないです 好 ここは 台湾政府 中央開館 私たちの 事務總長は 竹林先生 竹林先生 那你們自己唸一次好不好 ここは 台湾政府 中央開館 私たちの 事務総長は 竹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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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後 竹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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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日文是武林 然後今年是 今年是平成的25年 因為我們要跟日本的步調去走 今年是平成的25年 今年是平成25年 今天是禮拜天 今日は日曜日 今年是平成25年 今日は日曜日 私はアズマです 我是五七 我的姓 是我的老婆是不是 國字沒有 五七很多人是說我的老婆的意思 但是日本上是一個姓 日本的姓很奇怪的很多 比如說龜山啊 很多啦 杜邊啊 鬼種 對啊 也是姓 平成是 平成的意思就是 今年是平成 他就好像是民國啦 對啦 對 對對對 就會再換掉一個名字 平成 來我們再唸一次好不好 今年是平成25年 今天是日曜日 今年是平成25年 今天是日曜日 好像我剛剛自我介紹的 我從東京來的 日本的東京來的 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 不好意思 我們慢念一點 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 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 哇都很亂齁 太長了 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 皆さん どうぞ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謝謝 謝謝 はい 你 少少お待ち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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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講 可不可以等一下 這是例如說你 到一個餐廳去啊 欸我的菜怎麼還沒有來啊 我媽就是 再等一下這樣子 皆さん どうぞ よろしく 請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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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早上好 基本上他早上好是10點之前 在日本的話 那比如說人家碰到你說 那你就直接回答 對 然後他10點之後就可以講今天 今天好 那今天好代表著就是 在黃昏之前都可以 天還沒有暗的時候 都可以講 然後晚上 然後要睡覺的時候就是 這是同樣的 如果說跟你講 比如說你老公跟你講 我安心那賽 或是你老婆跟你講 我安心那賽 我安心 很簡單的回答就好了 大家 どうぞよろしく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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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像 剛剛說的 就是代表著很近的地方 很近的地方 很近的地方 就代表的是 離自己近一點 那你說這邊啦 在那裡啦 這就是這邊啦 這就是在那裡啦 這就是在那裡啦 這樣子解釋比較快 然後 阿蘇哥 哇 這是指比較遠的 例如說 這邊要騎到 嗯 比較遠的地方 沒有說很近的 也可能看不到的地方 阿這個是 都看得到的 阿蘇哥就代表比較遠的 阿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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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みません 就對不起 嗯 那也可以說 走在路上 在日本的話 或是說 以後要是日本人 來跟我們交流的話 他們可能問你 すみません 也可以 也可以代表請問的意思 那比如說 人跟人撞到了 或是說 把東西 撞 你要跟人家道歉的時候 也可以講 すみません 這樣子 那回答很簡單 打擾的也可以講 すみません 也都可以說 就一個 比較有禮貌的 すみません 比如說你要進門 要進人家教室 你要先敲門 すみません 然後 對 聲音出來先敲門 聲音出來再進去 這是一個日本基本上的第一 然後 嗨 嗨 嗨 一爺 嗨是 很簡單的是 比如說 你吃飯了嗎 嗨 但是 比如說 你要不要這個 嗨 跟嗨 嗯 要不要也講 一爺 一爺 不 不是啦 不是要不要 嗨 是回答的也可以這樣回答 啊像我們 人家打電話來啊 我們都很習慣 喂 日本的話就 嗨 這樣子 啊 もしもし喔 呃 要怎麼說 喂 喂 跟喂也不一樣 對啦 拉長一點啦 もしもし 也可以這樣講 但もしもし基本上 它沒有什麼意義啦 跟嗨是差不多啦 也是代表說 請問的意思啦 もしもし 這樣子 誰啊 啊如果說 如果說 打來 他是那種 類似詐騙集團啊 那日本叫以達之拉電話的話 就是打來啊 他也不出聲音啊 啊 我不會直接掛動 我先嗨 再幾秒鐘 再不講話 もしもし 嗯 啊再不講話 我就給他掛掉啊 哈哈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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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え 嗯 すみません はい いいえ 春天啊 春 夏天是夏 夏 夏 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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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秋 冬 冬 秋 冬 秋 今天到了啊 都有一種習慣 會去看那個櫻花 櫻花 櫻花 然後夏天會去看煙火啊 或是把眼睛綁起來在沙灘 拿木劍打西瓜啊 先把它轉轉轉轉 轉到遠遠的之後 然後到海邊去 把眼睛遮起來 打那個西瓜 轉人啊 西瓜 西瓜你怎麼轉 然後春天到了我們去看那個櫻花 夏天到了我們去看煙火叫 お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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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秋天到了呢 お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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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到了我們就去看那個枫葉啊 枫葉有兩種啦 它比較紅的那個叫 摩蜜蜜 然後比較黃那叫 那枫葉 那枫葉 它有兩種啦 也有紫色的啦 摩蜜蜜跟枫葉基本上它統稱是枫葉的意思 那冬天到了浮遊到了就會下雪嘛 那個春天的相片有沒有 那個春天的相片有沒有 這個就是櫻花 那個春天的水 櫻花 有沒有人去過日本看過日本的櫻花 有喔 都去哪裡看 北海道喔 北海道喔 喔 這是在我們家附近的 大概在品川 喔 在那個東京在座15分鐘 三所線 就到了 這蠻大 這公園蠻大的 中間做地鐵就可以直接到那個 到那個那個 那個 那邊啦 喔 麥哈馬 那邊下來以後 就可以直接走到 就是那邊 喔喔喔喔喔 我知道 換一張好不好 啊 這個就是我們家附近那個公園 剛才那個也是 因為那個時候是 去去年311完之後 大家還是不怕有輻射 還是要去圍著 對對對 謝謝 來換一張 啊 春天到了齁 那個熊啊 冬天到冬眠啊 啊可是到了春天快入春的時候 牠都會照出來 啊 牠都會先警告 說你要進來北海道的時候 熊都會跑出來 嗯 這是真的 啊 牠的德國 鞋子爛爛爛爛爛爛爛了 啊你不行 啊 車子當然要讓牠 你撞到牠 你沒有把牠撞死 你麻煩耶 牠很大隻耶 很大隻 不是開玩笑的 怎麼會不會感覺啊 嘿 拿槍都不一定打得過牠 啊這就是在我們要 就是說 夏天中啊 肯定會去那個 中旬的時候 肯定會去神社拜拜 求今年的夏天 會比較好的 運勢這樣子 來 再下一張 來 再下一張 嗯 對啦 對啦 嗯 嗯 好 好美喔 呵呵 這個是 在夏天 我家附近拍的 基本上 牠們維持的比較好 你在路上 你很少看到 根本就沒有狗大便 啊 啊也沒有檳榔枝啦 啊也沒有煙頭 因為現在 現在你走在路上 抽菸被抓 被警那個交察隊 我們講 抽菸交察隊 看到的話就 一根兩千塊 那沒有用啊 可是他 就當場 要你罰兩千啊 那沒有用啊 要你罰兩千啊 喔 警察身上 哪有刷卡 是 因為他有一個特色 他們有雪 在台灣沒有開過這樣 那那個 我們有想到 如果是插一支支那種 後來問導遊才知道說 那個就是 要是就是說 水溝的地方 喔 因為他那個 雪都太高了 有的時候你車如果沒有 不小心的話 沒有標誌 他會 會倒下去這樣 啊就是在熱海照的那個 煙火大會 其實蠻 我在那邊看了大概 快一個小時啊 殺掉了 因為他是 是 整個又變得很漂亮 你換下一張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很未進 然後 啊這個是他 剛剛那張完之後啊 這個打上去的樣子 好 再換 啊 夏天尾我們都會去衝浪 啊 那玩完浪 會在沙灘上面 放西瓜 剛剛剛才說的 為了吃那顆西瓜 啊 幾個人 猜拳輸的人 把眼睛蒙起來 讓人家去轉 啊 轉之後就拿一個木劍 啊 大家會講說 左邊右邊啊 前面旁邊這樣 啊 打下去 把那西瓜打破 啊 我不知道欸 啊 春天的 啊 啊 啊 夏天 啊 馬尤 嗯 很有名 這個是那個 迪士尼西啦 夏天 的 像 高中生啊 大學生 他們都有那個 納茲亞斯米亞 那個叫什麼 夏修啦 啊 暑假啦 暑假啦 暑假他們都會去 迪士尼玩啊 或是去 海邊啊 去 啊 秋天 秋天像這個啊 就是高幽 嗯 嗯 不是 它是黃色的 嗯 可是到了秋天之後 你會看喔 後面這個 一支都沒有啊 很可怕 它會掉了一片葉子都沒有喔 啊像這個是快 快掉之前 嗯 我聽不懂欸 來 下一頁 啊這是在京都造的 京都的寺廟裡面 它這就叫 摩米吉 紅色的 很多人會去這邊 照相 嗯 香根 對對對 欸 換一張好不好 啊這個也是 都是在京都造出來的 然後 冬天 冬天就是我家 下去的 快入秋了 我家 最頂流在16樓 往下造就 造得到東京鐵塔 可是這是快下雪之前 非常冷 其實下雪的時候 不會很冷 最冷是下雪之前 跟在退學的時候 跟在退學的時候 那下一張 那是鬼節啦 它模仿 美國的鬼節 聖誕節之前 對對對 聖誕節之前 啊這也是 在屏川附近的 下雪的樣子 啊再換一張 啊這問到底夠啦 啊 啊這阿布 嗯 啊 下雪了嘛 我要把車子停進去啊 可是我下班了 我才有辦法 帶他去吃飯 然後 沒有啦 他本來就是這樣啦 啊 他不聽話齁 他每一次下雪 他一定要吃雪 啊 不是沒有給他飼料 他就一直吃雪 然後吃了整個肚子 都是雪這樣子 我不知道啊 啊 這是在車上啊 我要先路 要把他開出來 我先把他放在上面 對啊 而且很危險 他退雪的時候 如果硬有沒有 他不像美國 雪比較軟 很滑 啊 啊 而且還殘雪 殘雪沒關係 你要比較軟 你還要倒替鍊齁 很疼嗎 很疼嗎 台灣還是對 台灣 好啦 好啦 我們繼續削下面的 然後 totemo totemo就是很啊 非常啊 totemo 很啊 嗯 totemo yi 也可以這麼說 totemo kirai 不喜歡 然後 楽しい 面白い 楽しい就是快樂 面白い就是有趣 嗯 比如說 你跟 女朋友男朋友啊 去約會啊 你可以講 楽しい 那你講面白い的時候 他就覺得 嘖 你好像在把我爭笑的啊 你喜歡 快樂 和有趣 就不一樣啊 啊 totemo 楽しい totemo 楽しい totemo 面白い 面白い 你說我們去看那個 對 煙火的話 可以講 totemo 楽しい 那 如果說我們去海邊啊 看那個人啊 轉的傻傻在打西瓜 就可以講 totemo 面白い 對 也可以講面白い 對 也可以講面白い 但是你就不可以講猴子 楽しい了啊 對不對 那就是 楽しい跟面白い的 區別在哪裡 然後 苦しい 苦しい 就是很痛苦 很痛苦 好 喜歡的意思 嫌い 討厭 とっても 苦しい 非常很痛苦 非常很痛苦 とっても 好き とっても 嫌い 新しい 新的意思 古い 舊的 古い 難しい 很難的意思 難しい 優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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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しい基本上 可以講簡單的啦 也可以講溫柔啊 嗯 但是他的 基本上他 書面上所用的喔 日本語は優しいですか 這樣子 他會寫在書本上 那基本上 他的生活上用語 優しい 都見 城市 溫柔的意思 都っても 新しい 非常新的 とっても 古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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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っても 古い とっても 難しい とっても 難しい 難しい とっても やさしい 高い 高い 高貴的 可以講說 像Skytree 就是去年先 去年蓋起來 那個 什麼東京 你們講 天空之城 是不是 就是 就可以講totemo高い 那也可以說 高い也代表說東西很貴 比如說我其實成長 とても高い 很貴 然後 安い 便宜的 とても 安い とても 苦しい とても 好き とても 嫌い 比如說你喜不喜歡吃家裡飯 好き とても好き 我特別喜歡吃 我非常喜歡吃 這個時候就加上とても 午前啊 就是在12點之前叫午前 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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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也可以說 比如說 也可以用在生活上說啦 寒味只可以說 代表說今天天氣很冷 寒味 但是不能代表說 今晚很冷 你不能說寒味 你要說姊妹帶 你要說冷氣 那姊妹帶另外一個用詞 也可以用在說 今天我跟我女朋友去約會 但是呢 她覺得說我今天對她很姊妹帶 很冷淡 可能有別人的這樣子 姊妹帶呢 這樣子 寒味 冷笑話 冷笑話應該要講寒味啦 寒味餒 那你要開頭的話 你要講你的話 話が寒味ですね 你的話很冷 姊妹帶 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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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另外一個發音 剛剛 跟我們 剛剛想到了 一個很簡單 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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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 我想講一下那個 評假名跟騙假名 像這個日本國語啊 日本國 日本國 日本國跟美國啊 就沒有這種字出來 這個叫 アメリ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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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本國的語言 就 外來語 就對了 他們的外來語 發音很奇怪 而且非常的奇妙 比如說 Tomato 對啊 我們講番茄嘛 那有沒有人會講那個 麥當勞的英文啊 麥當勞的英文有沒有 沒有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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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我現在沒有寫出來 日本是講 マクトナルト マクトナルト アメリカ 日本國 國歌 嗯 這是美國 他們的 發音啊 這是 日本國的國字 我如果再上這一堂課 再加兩個字下去的話 我看我的社會人家回到日本啊 不要鬧啦 來 ヤスクニ神社 近國神社 ヤスクニ神社 ヤス クニ 神社 尖 ك気沖�도 就是尖閣群島 尖閣 秀道 尖閣 秀道 安國神社 安國神社 像他們一直在 真的那個釣魚台 日本翻譯是 無鴻之力島 無鴻之力 無鴻之力島 無鴻之力島 安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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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閣群島 丟啦丟啦 也可以這麼說啦 秀道啦 但是基本上 不要講啦 這個比較沒有禮貌的話 我們就不要學 我們學好一點的 好不好 尖閣群島 尖閣群島 安國神社 尖閣群島 像是台北的 哪一個區 哪一個區 這樣子 不是行政啦 就是一個 它有本很多區 很多區的 有沒有 康都幾號 這關東區域的意思 康都幾號 康都幾號 我上拉一下 東區 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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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 関東地方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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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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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陰要準 雞把 對 類似一個區 對 地名 然後 身那一川 就是 神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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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下面 下面啊 尖閣群島 尖閣群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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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関東地方 東京 東京 茨城 東智紀 群馬 埼玉 上 寺 神馬 神馬 再往上一下好不好 來 日曜日 是星期天嗎 這是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四 五 六 日曜日 日曜日 月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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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幾? 日曜日 金曜日の夜 然後南曜日ですか? 今天是星期幾的意思就是 南曜日 日曜日 月曜日 火曜日 水曜日 木曜日 金曜日 土曜日 南曜日 今日は南曜日ですか? 今天是星期幾 日曜日 木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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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學會再學重一點 文保文難 來 往下一下 回到第一頁去 ここは 台灣政府 中央開港 ここは 台灣政府 中央開港 私たちの 事務所長は 竹林先生 私たちの 事務所長は 竹林先生 今年は 平成25年 今年は 平成25年 ここは 台湾政府 中央開港 今年は 平成25年 今年は 平成25年 今日は 日曜日 ここは 台湾政府 中央開港 Japan 中央開港 初衛開港 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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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